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我是草屯,天都玉金山,无极玉玄公,公主,莫尼桑,莫师兄 典灵认主,如何切认主神,正皆神尊的灵动,第十一,皆荣德公主,一 很多人对于灵修接神尊的样态,有很多疑问 怎样确认你接的就是这尊神尊,是你说了算吗? 其实接神尊不会只有一个人有这个神尊的因缘 一定会有其他人也会接,这个接神尊的灵动需要人教吗? 那为什么不同的人皆会有同样的动作? 首先,传统、肌统、正统都是自私化的动作 这个部分是人可以教的 因为它变成了一个表演 为了统一整齐,它必须经过编排跟练习 那灵动是没办法编排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 所以即使接同一神尊 动作还是会有大同小异 再来,接神尊而灵动 它并不是机身降降 而是一种灵的接收讯息跟能量的学习过程 就好像只是接收频率的信号 跟着同频来动作 第三个 人自己的意识是存在的 但是不运作 也就是所谓的无意无念上状态 但是人跟灵是可以分开的 可明显出现身心灵不同运作的状态 灵带着体灵动 心是可以单独处理运作人的事 这也就是一般人没办法接受的概念 因为看机统的方式习惯了 没办法接受 接神尊还有另一种模式 其实对于神尊来教灵 知道灵如何灵动的方式有几种 一,显向显影的方式 就是接收者是可以看到影像的动作 然后跟着动 一般是接收观音九天 灰天仙女跳舞的时候常会出现 二,心通感应要做的动作 所以可以事先预知下个动作 甚至可以知道人有没有办法做到 三,感受带动的引力 在做动作时 会有微微的力量牵引 所以初期打坐进行很重要 可以加强灵节的感应 这是不同于机统跟外灵暂体的运作模式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打坐很多灵 却动不了的原因 主要是受限于神尊降下的概念 以为神尊来会像机桶一样 被强大的力量带起来 一直在等那个力量 这样就糟糕了 因为灵动接收的是频率 是信息 心先期待 心思就先作用 灵就没办法感应这个频率 如果这个概念在 肯定是没办法进入灵动 那接的人 到底知不知道是接哪一尊神尊 其实动作接了就知道 那有人是可以直接看到 也就是神尊直接显向来看 有的就是看动作 那有的在打坐的接触中 神尊就会告知 那通灵人也可以直接看到 并跟神尊对谈 所以如果团离中有真正通灵的人 可以协助在修行的过程中 是比较可以省很多弯路的 这里强调的是真正通灵的人 这样的领导师 可以正心正愿带领修者 这才是所谓的有行师 影片中师姐传达的概念 是敏感体质者 接收神尊带领的正常样态 这跟前一篇打坐中 可以交谈到静心一样 都是很经典的灵修者 打坐灵动时接神尊的样态 灵修的自在就是这样 很多人为规矩的地方 您是会觉得做拘束的 尤其很多不合常理的规矩 或戒律的地方 让人心惊胆战说话的地方 灵是会被受伤的 所以灵修者找修行的地方 一定要有修学 转学毕业的概念 而不是一个地方修大老 总没有人小学读二十年的吧 该转学毕业再入学 所以就要再找地方 让灵成长进步了 但是你觉得很难 快一点来说身体很重 然后现在就身体就好心 没什么重量 没什么重量 对对对 好像你说的 等着来我们一样 继续讲话 对对 外面的人会觉得 你喜欢唱歌 这行啊 那很重 不错 觉得这会很重 那你能体会需要 你们体会需要 他们一般 因为 Cant彦6 这会变 до 他们可以看到 就像 地鱼地鱼 夹 дünd 夹腾夹 可是这个 他们没办法体会 对 他们没办法体会 对 这会竟然是 不然就 grapple 就是融人 颜色 融氧 地址 就是融人 颜色 融氧 地址 描述对比颜色 融活ut 挂连泪 挂连泪 节目成탁 你最近在學太極拳 對 要把身體弄軟 弄軟 弄軟 對 他把運動流很多 他帶了很多 他把運動進去 好 子 好 好 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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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